人这辈子总会做错一些事 或者错过一些人 再或者受一些伤害等等 所以我们才有了后悔和遗憾 以及怨恨 可是 不管是后悔 遗憾 还是怨恨 如果一直存在心中 就会形成一个结 然后变成你的结 让你的内心难受 除非你能够释然 心中的结 是自己种下的因所结的果 而这个果 不好吃 很难吃 但只有吃下去了 将它消化掉 你才能彻底解开心中的结 你的结 就是你的结 你想解开心中的结 度完人生的结 这一切 只能靠你自己去修炼 去领悟 去想通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解不开的结 因为你不愿意面对 你害怕 你退缩了 所以 心中的结 一直都在 其实 这个世界 没有谁和你过不去 也没有谁为难你 如果你觉得有 那是因为你给了他们机会 你在乎了 你在意 你不够强大 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 你所有的结 皆因你心动了 你装了一些不该装的东西 让自己心里难受 往后余生 希望我们都能够想开点 看淡点 别再给自己打结 学会好好爱自己 好好善待自己 活得自在点 感谢观看